欢联离婚率居全台直观 县政府也提早介入启动高风险家庭的关怀与协助 从4月份起透过各乡镇市护镇事务所 受理民众办理离婚或者新生儿出身登记的时候 提供填写关怀表 后续是由区域社会福利中心来主动进行家访以及资源连结 维护儿哨生长权益也照顾更多的弱势家庭 欢联县政府从4月份起启动及早介入失婚等高风险家庭的关怀与协助 结合各乡镇护镇事务所 部下绵密网络及资源连结 及时阻止耳虐等事件的发生 出身登记表 就是针对25岁以下的小爸妈 就是当你们来做新生儿登记的时候 护镇登记的时候 有一些困难 例如像育儿上的困难 肌肌上的困难 都可以填这个表格 登记完填写完之后 护镇人员就会传给社会处 那我们就会有社工到家里去困坏房市 那另一个方案是针对离婚的登记的关怀案件 主要是针对家中有18岁以下小朋友的家长 那如果在离婚之后 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或者是儿哨照顾上的困难 或者是关监护权上的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社会处这边会给予协助 由于社会处区域社会福利中心 透过离婚或者新生儿登记作业 提供填写关怀表后 主动进行个案家访与各面向的资源连结 因此服务中心社工督导 近日也逐一拜会南区四乡镇护镇事务所 加强宣导说明 共同合作 照顾更多的弱势族群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问卷的话 就是以民众个人的意愿 对那你可以填写后 那你觉得可能比较隐私 那不需要他人介入关系的话 其实也可以填无意愿 我们是不会强迫的 那我们是以针对有需求 然后有意愿需要接受协助的家庭去做服务 根据内政部去年9月底的护证资料显示 全国离婚对数有51,680对 总离婚率2.19 在各县市的离婚率部分 以花连线2.95为罪 为了避免高风险家庭儿少 出现关怀照顾权益受损的情形 先政府结合了社会愚民证处 分别在新秀、花市、济安、中区 以及南区五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启动关怀与协助 有助提前协助关怀支持 减少高风险个案的产生 服务更多的弱势家庭 记者是玉兰瑞翠采访报道